那剛剛我們看到做了一個這個東西 就是 球模糊,但是地板不模糊的 那可是我沒有示範 所以我現在來重新做一次 怎麼樣子做這種球模糊,地板不模糊 首先我先重建 我開一個新的 然後呢,這邊 我先刪除 加一個球 讓它平滑 OK 按gz往上提 這裡 按shift a 加一個平面 拉大 設一下 設一下它的 顏色 好,這樣子 OK,球按地板都做出來了 接下來呢 我們 去到那個 compositing那邊 compositing那邊 好,然後呢 選use node 這時候如果我按下 f12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 球按地板都不模糊的情況 都不模糊的情況 在這裡 那這次呢 如果我今天呢 在這個中間 插入一個模糊節點 插入一個field 裡面的blood 然後呢 我讓s等於10 y等於5 這個s的位移 等於10 y的位移等於5 那你會看到一個情況是 這邊呢 球和地板都模糊了 球和地板都模糊了 如果更大的話就會看得更清楚 20 再按 next OK,球和地板都模糊了很多 那所以呢 這樣太多了吧 OK 那這樣子顯然不是我們要的 因為地板 地板沒有在動 不應該模糊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 回到這個deport 我們在這裡 有一個layer 就是相機的這邊有一個layer 就是成像的這部分 我們呢 目前 這個sync 跟這個layer layer是全選的 那sync 是選 第一個 那這時候我再加一個 再加一個就有 兩個 圖程 兩個這個 的點鑽讀程 那第一個呢 我叫boleer 第二個我叫 gram layer boleer就是球的那一層 所以呢 我現在要做什麼事 我現在要先去移 移層 我把球 用m 移到第3層 這樣你會看到球 會移到第3層 那我點這個第3層 就只有球 點這邊就有其他的 我把地板呢 球移到第3層 先怪怪的 球移到第2層 按m 移到第2層 好 好 那地板呢 我把他移到第3層 按m 我把他移到第3層 好這時候你會看到 如果我們就這樣子按呢 其實照不到任何東西 因為我現在呢 是 只有顯示 第1層 如果我按shift 選這一層 第2層 選起來 我就只看到球 OK 喔這時候已經有模糊了對不對 因為 我們剛剛加了 如果我把第3層 選起來呢 那就有球 就有地板 但是都是模糊的 但是如果我只選第1層 和第3層呢 我們就只會有地板 但是也是模糊的 好 那這時候我們應該怎麼樣的做 才能做出 球 模糊 然後地板不模糊的狀況 我們要選 這個board 這裡 我們這裡 board的部分 我們只選 我們只選這兩層 這是board 球的部分 等一下 我們現在 其實還是照到地板 那這邊呢 ground theboard theboard board的部分 喔我選到地板 我選1、3 其實是地板 theboard 應該是 選2 選1、2就好 那這個 試試看 目前沒有 那因為我選 1、3 所以我現在選 1、3 好有了喔 所以我現在bole的部分 確實選到bole 那ground的部分呢 一樣 ground的部分 我應該選1、3 5、3 OK 看不到 因為 最後的成像結果 這樣應該OK了 我們先去 composting 那邊看一下 那这里我们现在看一下F12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看到 这下就怪了 什么都没有看到,稍微确定一下 来,我们现在一次选Ball layer 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那我选Gran layer Gran layer有看到 好,那就先Gran layer 再加一个Ball layer 或许我们的Ball layer是要做的 我来加一个Layer Layer在哪?看一下 Input Input 这里 Aid Render layer Render layer Input 加一个Render layer 这里现在是Ball layer 试试看 好,这里现在什么都没有 这个Pall layer怪怪的 我们回去看一下Pall layer 这个Pall layer呢 哦 对耶 你看我这边勾E3 但是呢 这边Chair YES 这样子 这个现在是 如果 那这边呢 那也是,ok,試試看 如果勾掉這裡 哇,剪了 那接下來有一個東西要注意的就是這個Sky Sky要勾掉,因為勾掉之後他才不會 不會把那個背景也一起跑進來 OK,現在這樣,再回去Composting看一下 OK,這個球有出來了 所以剛剛為什麼沒出來,我也搞不清楚 現在我們這裡地板出來,地板直接接到這邊 然後Plug又直接接到這裡 OK,那這樣只有地板 可是我也要球,那怎麼辦呢? OK,首先我想要模糊的不是地板 我是想要模糊的是球 所以我必須把這一個東西給我 拉過來 算了,我另外接一個 這樣拉過來 那這個 球進到這裡變模糊了 OK,所以現在這裡 這一層是模糊球 OK 好,這一層是模糊球 好,那這一層呢 是 是那個地板 那如果我直接把他拉進來的話呢 他就只剩地板 就沒有球了 我這邊直接拉球呢 他就只有球沒有地板 那這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必須要加個東西 加一個 用來吻合的東西 那這個吻合的東西呢 叫做 看一下 叫做 叫做 alpha over alpha over是用來把兩個塗層混在一起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後面有一格一格的代表這邊是透明 這個後面有一格一格代表透明 因為我們把那個Sky給勾掉 好,這樣子 alpha over 那誰在誰上面呢 我把它弄進來 這裡 勾到這裡 這裡呢 拉到這裡 好,這個呢 再接過來 好,你有看到 OK,現在出來了 這個地板沒有模糊了 球很模糊 OK 所以 這是對的 就是我們現在做到了一個 地板模糊但是球不模糊的動作 方法是 球這邊 將到模糊之後再做alpha over 然後再跟地板這一層呢 去做混搭 最後就會做這個結果 好,那就請各位試試看 因為這個 跟這種 解體編輯器 這是我們 從開學以來第一次碰到這個東西的 那這個是用來做成的效用 OK 好,那就請各位試試看 那時候 換我們 在這兒